我很喜欢把生命比喻成一个水晶球 这些日子里面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的结晶 都在这个水晶球里面 如果你只看到这个壳上面是老化的 好像是已经老了 然后记忆里不好 其实你就会很不想接受这件事 但如果你把这一部分看成 只是整个岁月中的十分之一 你就会更接纳说 啊这只是我的一部分 你就有能量继续往前走 把生活想成是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Ariel聊心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Ariel 大家应该知道棺材里面是堂死人不堂老人 当你活到一把长寿的时候 你应该不希望自己变成不快乐 这一集Ariel来跟大家讲讲 在整个我们生命的过程中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才有办法变成一个快乐老人 让自己跟家人跟朋友 可以有很好的联系 让我们迈入幸福老化的历程 很多人去提一个疑问说 为什么会对老感到恐惧 我们在每一个年龄阶段啊 都有任务 在这个任务你顺利的达官之后 我们才会达到那样的心理康复感 比如说像晚年期好了 我们必须把我们人生所有的 在职场上工作上的人际上 所有的精力去做整合 整合成功的人呢 他觉得嗯 我老的很舒适 我老的很快乐 但是呢 有一些人在整合失败的时候 就会非常非常的绝望 早知道我30年前就去那家公司就好了 早知道就不要结婚就好了 家里是谁都不好啦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反差 其实会跟他到底有没有 自我整合也很有关 那整合不是重点 自我才是重点 你以为你的人生幸福 透过家人带给你 或者说透过工作带给你 或是透过婚姻带给你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在我们有配偶啊 或者说工作啊 或者说友谊啊 都会因为生命的历程可能中断 在晚年的时候就很容易悲观绝望 其实我们从很小的婴儿期 到整个晚年期 这一段时间有非常多的任务 从婴儿期成功破关之后 你就会可以信任这个世界 那你没有成功破关 就会焦虑不安 接下来我们到长大一点的时候 可能有独立自主能力 如果成功了你就能自信做很多事 如果失败了 你做什么事情就一直怀疑自己 在学前期的话 如果你任务有达成啊 其实你就会很好奇 这世界所有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任务没有达关 可能老师对你要求 左管对你要求 老板对你要求 你就会觉得 很内疚 好像没有做好 你就不会去想说 我下一次可以试什么方法把它做好 你就会反而很退缩 少年期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赞赏 我们就会更加的努力 但是如果我们遇到挫折之后 没有人鼓励 其实那个任务就会卡关 你就会变得很自卑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容易支援自己 甚至怀疑自己 甚至没有办法信任自己 有办法再做到 那在青年期 其实我觉得会成功老化的一个很大的关键 它是一个自我形成的第一步 我们会想要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谁 我们可以把什么事情做好 我们可以把哪一个擅长的事情 发挥到最大化 这是在我们自信心养成的很大的关键 如果你在青年期 不能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你就会反而很迷失 别人做什么你就跟着做 你就会变成人云亦云 然后人家跟你说往那边走 你就会想要往那边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成年期我觉得很大一个关键 就是亲密关系 我们需要发展 比一般友谊 在更上一层楼的伴侣关系 当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安全的亲密关系 我们就能够有 可以欣赏自己的独特性这一件事 但如果失败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对于人觉得 啊 这世界上都拍廊了 对于人心的真诚很有待疑律 你就会对人际关系比较疏远 重年期你会像是 有明确的自我概念 有亲密关系之后 你会想要去传承那个东西 未必是在家庭 可能是工作领域上的 专业的一种传承 当你可以成功的达成任务的时候 你会反而对整个世界都有报复 会很多的理想 甚至有蛮高的社会责任 当你传承失败 甚至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可以把东西做好的时候 你会对所有东西 就是有一种干我屁事 晚年期的卡关 不要只有看最后这个 Ariel跟大家分享三点啊 去帮助大家可以有一些方法 在老化这条路上 去做一些准备 第一个就是生活独立 行动独立 你能够安排好你的移动 你的生活空间 你的经济 可以让自己吃的保税的好 再来第二个是 你需要一点控制感 Ariel曾经有讲过一集 叫希德乌柱 这一集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在老化的部分中 很多东西是会渐进式的失控 这个东西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不管是身体或心理或记忆力 每年都一定会逐渐的下降 你需要在你的生活中 把你能够做的一些小事 甚至是那些很微小的日常起居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小小的控制感 然后回到自己身上 第三个是认识并且接受老化 我很喜欢把生命比喻成一个水晶球 这些日子里面 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的结晶 都在这个水晶球里面 如果你只看到这个壳上面是老化的 好像是已经老了 然后记忆力不好 其实你就会很不想接受这件事 但如果你把这一部分看成 只是贼的岁月中的十分之一 你就会更接纳说 啊这只是我的一部分 你就有能量继续往前走 第一个呢 可以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因为当你一味的想要跟他说教啊 对他来说控制感已经越来越少了 然后连话语权的控制感都被你拿走 其实他会更无助 你可以多一点让他讲完 你就是嗯哼 对嗯哼 你可以开很多开放式的话题 让他可以在这整个过程中 去好好的表达他到底想要讲什么 这样你才能够理解他更多 第二个你可以协助长辈有自主性 协助他自主 有点像是创造给他一些选择 让他可以在这些选择中 做他自己想要做的决定 再来是有一群老朋友 就让他们跟许多关系 有办法去建立一些小小的网络 包含倒垃圾都可以跟别人写话家长 可能只是跟固定的面谈老板聊个几句 你就可以创造很多你日常之间的关系网络 就会让你觉得生命比较有应用感 最后我们可以做的是善用资源 如果你发现啊 哎你都试了以上的奴隶 然后也方法也都尝试过了 可是不管是你 或是家中的长辈都非常不舒服 大家可以试试看心理资商这件事 之前Ariel拍过一集心理资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集 如果像有一些长辈对于失智的议题啊 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的台湾失智协会 它相关的都有一些窗口 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些 现在你遇到困难的关键字 去找一些协会组织 可以给大家一个蛮好的资源去做连接 最后Ariel给大家一些建议跟想法 听完我以上的分享 你可能要奉献但不牺牲 当你在关系理事牺牲又奉献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的自我也会不见 奉献不牺牲有点像是 用以上的方法进一步去调整 你觉得你可以做到的东西 但是时时刻刻觉察自己的状态 让自己可能有时候不舒服了 诶 我觉得我有时候就可能需要退缩一下 照顾自己一下 跟他们建立一个比较紧密 但有办法喘息的自我空间 这一集我们讲到这 下次见啰 拜拜 一般老人在长大的过程中 以前的年代不是他摸一个什么 人家说不要手劲啦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罪孽声大 所以长大他们就没有好奇心啊 就不会用LinePay之类的 甚至什么巷弄支付什么吉巴回馈 我就说 我不知道啦 我现金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